继续国际新闻焦点先来关注乌俄两军在巴赫姆特已经缠斗9个月了 现在进入城市巷战 乌克兰媒体发现俄军带来200毫米口径大炮 而且兵力已经增加到是乌军的4倍之多 现在还传出克里姆林公发言人的儿子 曾用假名加入瓦格纳集团到乌克兰前线作战 乌克兰东部巴赫姆特 俄乌基站将近9个月 实际战况到底如何 从俄罗斯和乌克兰公布的画面来看差很大 俄罗斯公开俄军坦克部署在巴赫姆特外围 用炮戟掩护突袭部队攻入城西区 往坦克车的内部一看 炮弹堆满了整个驾驶舱 就连士兵都是坐在炮弹上 就是打算一路炸过去 而在城区内巴赫姆特整座城被炸到焦黑 空拍画面看得更清楚 遍地焦土又如死城 唯一移动的车辆是要攻击俄军的乌克兰坦克车 炮弹瞬间击中废弃建物殲灭目标 遍地是火光 炮弹声多到分不清楚到底从哪个方向来 乌克兰记者冒险艇进巴赫姆特直接报道 主要是转移动 不停止 不停止 在一層屁股上不敢逃避,也没看到任何居民 在這裡 俄烏從壕溝站打到巷站 尤其在夜晚更是戰火最激烈的時候 跟著烏軍摸黑前進 潛入某棟建築物的地下室 才發現這裡是烏軍的地下陣地 俄烏兩軍都用被炸爛的建築物當掩護 戰事焦灼到連推進一個街區都很困難 多少次他們有更多? 你怎麼想? 有幾個城市 他們已經操控了 對 他們 俄軍用人海戰術還派出了200毫米口徑大炮 但真正難對付的是 躲藏在破爛建築物地下室埋伏的俄軍 俄克蘭知道任務艱難 但也不願輕易放棄 現在的一線希望就是在烏南陣線開始春季大反攻 不過俄軍戰線不斷擴大 烏克蘭南北還同時遭到空襲 俄軍密集的空中攻勢看似炮火猛烈 還造成烏克蘭平民死傷 不過美軍最高階將領近期指出 俄軍投入的比例和成果不成正比 看衰俄軍 俄羅斯欠缺領主義 他們欠缺能力 心情很少 和習慣都被破壞了 俄羅斯正在延估了非常少的力量 就在此時 普京的親信 俄羅斯克里姆林公的發言人 佩斯科夫的兒子 突然稱自己曾經用假名進入瓦格納 還到烏克蘭前線當炮兵作戰六個月 瓦格納證實了 佩斯科夫是普京最信賴的左右手 傳出是他親自要求兒子 一定要進烏克蘭作戰 是為了博取普京信任嗎 還是瓦格納勢力滲透的第一步 恐怕又讓內鬥傳言更引人關注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二五戰爭 美國智庫研判 傳聞已久的春季大反攻 或許已經展開了 因為烏克蘭部隊已經成功跨越地涅伯河 在河的東岸建立新的攤頭堡 為了絕地大反攻 烏克蘭持續的訓練新兵 美國也證實 很快就會為烏克蘭士兵訓練 使用M1艾布蘭主戰坦克 對於這樣的砲擊聲 烏克蘭東南部居民見怪不怪 他們早能聽聲變味 甚至能感受出炮火聲 不如過往密集 是否戰況有變不得而知 不過根據美國智庫戰爭研究所的分析 表示烏軍很可能已跨越地涅伯河 到達東岸的惡控區建立反攻攤頭堡 地圖顯示烏軍抵達的位置 就在對岸的奧烈時機震 甚至有穩定的補給線 不過對此俄羅斯扶植的傀儡手掌 否認到底 暗夜中戰機聲呼嘯而過 緊接著下一秒 隨即傳出轟然巨響 俄軍出事不力 上周末還發生 蘇凱34戰機誤炸自家城市 貝爾哥羅德的烏龍事件 更慘的是該去隔天又發現 另一枚衛爆彈得疏散三千多人 美國推降研判 俄軍原本可能是想用戰機 遠處轟炸 烏赫蘭沒想到自炸出球 將比俄羅斯的衛爆彈 烏赫蘭也還有數不完的地雷 又有待清理 受害居民在協助下 好不容易重返住家 卻只在殘骸中找到兩本相簿 烏冰坦言 這裡的掃雷進度慢到不行 因為到處都測得到金屬信號 為了安全 前線的烏軍進攻前還是得仰賴無人機謹慎觀察 卻發現前線的俄軍也還在大蛙站好虎視眈眈 鏡頭另一邊 烏軍持續為大反攻 準備訓練更多志願兵 除了學習基本的用槍技巧 也模擬在戰場上快速匍匐前進 好在最短時間抵達傷兵位置做處置 即先前 德國的鮑爾坦克車 美國證實很快將在德國訓練 無兵操作M1艾布蘭主戰坦克 而且交付時間將大幅縮短 美軍退江認為 接下來90天 殭屍俄烏戰最關鍵的時候 卻也擔心烏克蘭的空中戰力 似乎太薄弱 為了持續施壓俄羅斯 傳出G7成員國 正考慮對俄羅斯實施 接近全面性的出口禁令 俄羅斯放話 如果G7敢這麼做 將終止黑海糧食協議作為報復 有調查發現中國大陸是去年 全世界最大的網路攻擊來源 而且除了針對台灣 中國大陸的網路攻擊 在去年對烏克蘭是最感興趣的 詳細新聞交易資產記者張允錫 這是美國科技公司 他們分析數據所做出來的結果 他們認為說 主要的網路攻擊來源 第一名就是中國大陸了 原因很簡單 主要還是因為中國大陸 他們會壓制異議團體 另一方面 他們也被認為竊取智慧財產權 還有一些間諜活動 鎖定的目標就包括了 像是國防、政府等等的單位 而中國大陸佔第一名 它所攻擊的哪些國家呢 第一名也是台灣了 再來也就是近期烏二之戰 相當關注的烏克蘭 烏克蘭方面主要大陸 還是想要了解當地的政治動態 外界比較壓抑的 烏二之戰呢 俄羅斯這一方 中俄之間雖然態度友好 但是中俄大陸的鎧客 同樣有針對俄羅斯方面來出手攻擊 台灣的部分主要還是因為兩岸的關係 情勢比較緊張一些 而專家認為台灣雖然確實有遭到 大陸的網路攻擊 但是我們的政府其實也有在做 定期掃蕩避免滲透的狀況 而專家也認為說 事實上如果你希望從網路上 來做一個比較嚴重的破壞 相較於發動戰爭 發射一個飛彈就做到炸毀目標 這樣比較顯著的破壞 其實網路攻擊相對來說 難度也是比較高的 東非國家蘇丹近日內戰局勢急轉直下 到底蘇丹兩個軍政權力最大的人為何而戰 再請允熙大家們了解 蘇丹目前的情勢就是兩派都是軍人出身的人 現在是兩派在互鬥的狀況 先來看其中快速支援部隊這邊 他的領袖叫做達加洛 其實這邊他們就是崛起在西部的武裝部隊 是前總統時代扶植成立的非正式的軍事組織 達加洛的部分其實他掌握金礦的控制權 另一方面外界現在認為說 夜門也有一些提供資助 而他的對立面 政府軍的部分領袖是布爾汗 他其實1991年的時候就加入軍隊了 他是一個典型的軍人 他雖然沒有豐厚的身家 但是他其實是目前握有實權的人 另一方面其實外界認為蘇丹的軍政府 一直以來都是把持著地方經濟的 目前軍政府這邊他們希望掌握的是金脈 包括了金礦還有走色路徑 而對立的這個快速打擊部隊 則希望攔截全國的交通大動脈 另一方面要提到的 是政府軍這邊的布爾汗 其實他的出生是在以往 傳統上就是掌握蘇丹 政府權力的尼羅河沿岸 所以被認為他是屬於比較精英 比較傳統的領袖 而在達加洛這邊 他出生在西部 因此其實當地也很多人認為說 他比較不適合來領導國家 外界除了關注蘇丹以外 事實上蘇丹的情勢也可能會牽動 包括中東還有非洲等地 其他國家目前像是西方國家陸陸續在撤僑 撤僑之外他們也希望 是不是可以透過制裁的方式 來讓雙方停火 但事實上他們掌握的礦場 還有石油投資 手上是有錢的 因此西方國家的制裁效果 其實並不是太好 我們就繼續大寧深度來了解蘇丹的這起內戰 政府軍跟叛軍為了爭奪軍 是主導權大動干戈 造成了400人喪命 各國紛紛派軍機跟軍隊前往當地撤僑 這場衝突除了軍閥鬥爭 幕後還有大國角力 因為蘇丹蘊藏大量的石油跟礦產 成為美俄等大國的爭奪戰場 城市煙瀟四起 槍炮聲不斷 非洲國家蘇丹爆發內戰 首都喀吐木變成血腥戰場 近看巷弄旁邊不是民宅 就是商家 從15號開始 市區每天都在槍林彈雨 造成蘇丹全國已經超過400人喪命 就是因為境內兩個主要武裝派系 一個是政府的正規軍 另一個是分裂軍隊叫做快速支援部隊RSF 雙方反目成仇 兩軍原本像兄弟黨一樣 2021年首牽手成功政變 承諾兩年後大選還政於民 雙方原本就已經達成政治框架協議 但兩軍合併細節近期越談越不攏 為了爭當國內老大一言不合 乾脆相互揮拳 武器軍備精銳禁出 你沒看錯 兩軍剛爆發衝突時還出動戰機 盤旋首都上空 坦克甚至開進大街掃蕩 電力水利等基礎設施 幾乎都被轟爛 民眾除了躲炮彈還要想辦法取得最基本的用水物資 只是仔細看地下抽出來的水都還很混濁 根本不能拿來喝 聯合國介入調停 國際社會一直呼籲各方克制 但戰火就是停不下來 雙方軍隊只願意為了人道救援 21號開始同意停火72小時 沙烏迪阿拉伯就出動軍艦成功撤離150多人 約旦也派遣軍機帶走300多名僑胞 包括日韓美法等國都紛紛派軍隊 趕緊協助自家人民離開蘇丹 只是這當大家都在忙撤僑之際 喀土木街頭卻還是出現這種畫面 一輛輛皮卡車開上大馬路 載著大批RSF士兵全副武裝 不只對著鏡頭叫銷還不實對空鳴槍 各國撤僑行動宛如成了路上火把 儘管各國派精英部隊去救人 但從喀土木市區到撤離定點 還有一段距離 中間會發生什麼事沒人說得準 停火協議宛如廢止一招 蘇丹兩軍兄弟細強 儘管內耗 但各自佔有豐富資源 尤其當地 蘇丹兩軍兄弟細強 干預力道 特別是美國過去就想在蘇丹建立親西方的政權 更希望在此阻止 俄國的影響力 俄羅斯的瓦格納傭兵集團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 APP P P 如果您的意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